各位記者曉雲先生們 大家主管好 還有很多我們的主事 謝謝你們今天來參加這個 我們這個記者的說明會 這個記者說明會是 中原院就是都會院士連署 針對十二年國教數學課程給政府的建立性 那我等一下會講我們有四個建立的地方 所以我先做一個開場白 我首先來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迎會的另外三位院士 我也自己介紹一下 我是國興林調定長所 是台大視衛系的教授 目前是在這裡教授 那我們接下來是秋成龍院士 秋成龍院士是哈佛大學的教授 今年在台大訪問一年 是台大正式的老師教授 他是目前你們知道數學裡頭 沒有這個諾貝爾獎 最高的獎跟諾貝爾獎相等的 我們叫做Bismanel 他是目前的所有華人 都唯一得到Bismanel的數學家這樣子 所以他的在學術界的地位很高 這一次呢 也是因為他跟我們聯名 他是隱先寫在天明心裡頭 所以很多厭世呢 也是響應的這樣子 這是很重要 非常有影響力的寫者 第二 就是後來呢 是亞文德教授 他也是哈佛大學教授 他也是哈佛大學教授 姚燕是也是美國文藥科學院的院士這樣子 那他在於數學研究上也是非常的重道這樣子 那後來是宜盡院士 他也在這個台大視衛系教書 那他以前呢 是國家科學理論科學中心的主任 那現在呢 是在台大教授這樣子 那這個 我們呢 這個聯署呢 等一下 這個聯署的開始呢 是原來開始從這個成功大學出來的 你們知道成功大學啊 一個整個大學啊 看到這個十二年國教的綱要啊 整個大學從校長以下 嚇都嚇死了 所以呢 就做了一個聯署這樣子 那 這個 因為這一次今年在我們台大 所以我把這一次跟他講 他一聽啊 他就說這個 教育部這個政策是非常的crazy啊 那所以說 我們應該呢 做點什麼事情呢 請這個stop這個政務了 因為他現在的綱要是草案而已啊 還不是一個正式政策 所以我們應該趁現在呢 想辦法呢 讓這個草案啊 stop住 然後 能夠來 來這個 對我們的高通教育 能夠有一個 一個 一個比較好的氣息這樣子 那各位知道呢 這個 台灣啊 是一個 人仇地宅的一個地方 我們的自然之眼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所以過去幾十年來呢 台灣的這個命脈啊 基本上就是 就是 依靠的就是我們的這個 豐富的這個人力之眼這樣子 我想這個大家都很清楚 我就不用多講 但是各位知道這個人力的豐富之眼啊 事實上是怎麼樣呢 事實上是依靠這個各級教育的制度 所信念出來的全面性的這個人才 你不能偏佛 你不能說 我只要有公的人才 有理的人才 我不要文的人才 不要這個 這個 這個其他的人才 那是不對的 所以整個台灣是各樣各樣的人才 都是需要的 那這個 這個教育的這個制度呢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 出培訓這些人才 一個最重要的一個 一個場所這樣子 所以在所有的全世界 任何國家教育的政策啊 你令中 他至少要把握出兩個地方這樣子 至少 第一個呢 是在這個 各級的教育制度的銜接呢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你小學到國中 國中到高中 你不能國中練完以後上高中 哇 很多東西他不知道 那就慘啊 高中到大學呢 又進來了以後呢 大學教的他什麼也聽不懂 那不是更慘了 那大學怎麼辦 對不對 這個不是負責任的政府所改竿的事情 所以這個 教育制度的銜接是非常重要的 還有一個是什麼 是國家的競爭力 是需要考慮的 我想這兩點是 任何的世界的任何一個國家 不管是 已經開發了國家或落後了國家 不管你是什麼地方 都是要考慮的這些東西 可是 十二年國教的總綱呢 我們看不到這樣的考量 特別是在高中與大學的這個銜接上 會有嚴重的落差這樣子 那這個落差呢 不僅是造成國內的大學呢 在他們交易裡頭呢 造成很大的困擾 並對現在我們台灣整個 在所謂 國家在進行什麼東西 很重要的一件事 叫做國際捷軌 造成重大的衝擊 為什麼呢 因為各位知道 這個大學的標準是國際一致的 沒有說台灣的標準 跟日本的標準不一樣 跟美國的標準不一樣 哪有這種樣子的 所以一旦是我們這個高中的學生 有落差以後 一般性的這個高中學生 想要到其他國家去留學 或做這個國際的交換學生的時候 都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所以因此這個嚴重的落差 是不能等而選四肢的 那這一點呢 在這個社群國教裡頭 看起來從崗廟裡頭 完全看不到 我們所看到的是呢 這個落差一定會形成 那為什麼呢 我現在就從數學的這一部分 來講起 那各位要注意啊 我講的其實只是講數學 但是在這個其他的科目 像以言 或者size方面呢 也有很嚴重的問題這樣子 所以我現在講的這個 十二年國教不是數學發生問題 事實上是很多很多很重要的科目都發生問題這樣子 那這個 這個數學的問題是什麼 他把這個必修學分呢 從十二個學分裡頭 從二四個學分 從二四個學分 現有的二四個學分 理工一龍二四個學分 減成為十二學分 也就是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說 從我們的高一上學期到高二上學期 總共三學期呢 有必修課 從高二下學期以後呢 就改成顯修 那我跟各位講 我可以保證呢 跟各位 你們可以去查全世界啊 台灣是第一個實行 數學課程呢 必修直到高二上學期 再落後的國家 只要他有高中教育 除非那國家沒有高中生啊 我不知道有沒有這種國家 我是不知道的 除非是這種國家以外 所有國家的高中數學課程 沒有一個國家 必修直到高二上學期 所以我們這也是另外一個 台灣第一 但這個台灣第一是不是好的壞的 我想大家可以來想想看 第二個呢 這個 各位知道啊 教育部常常跟你跳針式的回答 說什麼呀 我們有險修啊 不會影響什麼嚴重落差啊 制度之類的話 我感覺教育部的官員 好像是活在 譬如說 美國 加拿大的地方的人這樣 我不知道美國加拿大的 這個官員 是不是像我們教育部的官員一樣 為什麼呢 台灣呢 各位記者都知道 台灣的這個教學啊 有一個很特殊的現象對不對 叫做什麼 考試領導教學 有沒有錯 今天如果說呢 今天如果說 你訂的科目呢 是叫做險修 大搞中心呢 考的這個會考跟指考呢 都不考 那你們自己判斷嘛 學生會不會修 我們從來的所有的學生 從九九課綱開始 只要是大考不考的所有的科目 所有體材全部都 學生都不修的 我們教育部官員不懂這個現象啊 所以因此呢 當他講到是險修的時候呢 他在這總綱的險修的制度 制定的過程中呢 從來不跟大考中心的人怎麼樣 做一個協商 你這總綱出來的 你至少要告訴我怎麼樣 大考中心只考必修 其他都考 至少你有一個政策嘛 或是怎麼樣呢 只要險修的 我一定考 但是各位想想看 險修的一定考這個是 大考中心是很困擾的 為什麼 你A學校教一個險修A B學校教一個險修B C學校教一個險修C 那他ABC他都考啊 那不可能了嘛 對不對 所以最後的結果呢 這個問題啊 我相信大考中心一定很困惑 所以最後的結果是怎麼樣 一定是入修的才考 那必修怎麼樣 你看看 我們數學到高二上學級 就已經砍 就必修到高二上學級 也就是說呢 我們大考中心只考的部分 是考的 是以前數學必修的一半 所以等到這些學生上大學以後 他是懂一半而已啊 那怎麼辦呢 所以教育部說這個沒有落差 是天大的 我不曉得 我要不要稱他謊言 我搞不清楚啦 因為是不是他有沒有認識到 或不認識到的一點這樣子 好不好 這是我第二個要跟大家講的 第三個在淹宿聯組書裡頭 最談到的一點是什麼 最重要的一點之一啊 是台灣的這個評估差跡啊 造成學生的受教的這個不公平性呢 這個逐漸的嚴重化 各位看到這個在PISA這個檢驗這個測驗裡頭啊 從2009到2012可以看到 PISA已經把台灣評為受教地區最不公平的地區 請注意不是之一喔 是最不公平的地區 所以這件事情呢 今天如果是教學時數不夠的時候呢 教授的孩子 教授自己教 對不對 有錢的孩子 請家教 上好的補習班來教 沒有錢的孩子怎麼辦 父母就隨便找一個地方 找一個地方讓他補習 也勉強出一點補習 他就學的就很差 上高中上大學以後 寫到說會又貴了私立大學 又要出去打工 結果呢 一兩年後呢 就因為惡意不及格給什麼 退協 我不曉得各位媒體為什麼沒有對這些 因為針對這個退協的這個學生的經濟的 background 做一個調查 你們一定會發現這個裡頭啊 真的是弱勢孩子 真的是非常慘 我跟各位講 這件事情在我們的這些知識分子的內心裡頭 是最痛的一個地方 非常痛 這個是我們覺得最不能忍受的 可是呢 不知道政府呢 為什麼不會看到這一點 那我是希望說 講到這個地方 是希望政府能夠前面的對這個 這個做一個檢討這樣子 所以我們 我現在 我們這個聯署信呢 說這些驗室呢 由於優信這些商級國本的發展 中央研究院93位驗室參與聯署 包括什麼 包括邱恩彤驗室 刁警環驗室 吳承文驗室 以英時驗室 李彥哲驗室 喜佐宇驗室 陳希驗室 各位可以 其實我練的不只啦 各位可以看到 你們這邊有一個驗室的名單 你們可以從這個第三面開始看 刁警環驗室是現在是七八十歲的老驗室之一啊 他是人文社會科學 各位看到這個朱靜一 朱靜一大家應該聽過吧 他也跟我們聯名反對 各位可以看到 以英時 以英時是人文科學一個 我們現在很順盡的驗室啊 他也跟我們這個聯名 李文雄驗室 是我們做這個聖務方面呢 成就最高的之一這樣子 李彥哲驗室就不講了 吳承文驗室 大學校長還有吳彥華校長的驗室 吳曼文驗室等等 以前香港的驚室 香港中文大學驚室驗室 是在這個 人文旁邊有很大成就的 我就不要往下念 這個我跟大家練一下 人文科學的驗室 人文及社會科學驗室呢 共有16位 簽這個書 人文社會科學的有16位 生命科學組的驗室有30位 那樹旅驗室呢 簽的驗室有47位這樣子 那這些驗室呢 共同的組章有4點 這個你在各位的資料裡頭 但是我還是把它練出來 有一兩點我稍微記事一下 第一個呢是我們提出四項主張 第一個是每位高中生 從高一到高三的每一學習都要必修數 數學式學問 我們希望學生在這個 修習的數學時間呢 每個人都一樣 但是第二個主張是說 高中的數學課程要能規劃兩套課程綱要 以供不同學習性向的學生做選擇 這個是在講什麼呢 這在說呢我們理解說很多的學生啊 國中畢業以後 對數學其實是覺得很辛苦了 對不對 所以呢你今天呢 如果讓他呢進去前面三個學習 還列不那麼多數學 等到第四學期要選修的時候呢 他會說他要怎麼做 我想我不要講大家都知道 當然不修嘛 我們在一個很多地方的interview 我想我舉個例子 假設媽媽做兩套的早餐 給爸爸跟小孩子 一個是old meal 一個是tendent 那我請問記者會回答說 小孩子會選什麼 爸爸會選什麼 小孩子我問的人都是一下子講是tendent 爸爸是old meal 為什麼他會用差距 因為爸爸跟小孩得到的這個information 是不同的 爸爸知道吃這個燕麥粥啊 對他身體有幫助 小孩不知道啊 小孩選擇用什麼 憑什麼 憑感覺 憑感覺選擇 我要不要修這門課 那我要請問說 政府的總鋼的鋼廟裡頭 有沒有給學生足夠的information 來選擇數學多重要 等下我們的一些 這幾位驗室會跟大家談一下 數學多重要 我們學生知道嗎 我們政府要用什麼樣的管道 給學生知道這麼多的人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重要 就是說我們鋼廟的設計者不能怎麼樣 憑感覺設計教育政策 教育政策是不能憑感覺的 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呢 所以我們要有兩套的數學鋼廟 一套是比較簡單的 我們寧願這個教學呢 要什麼 難度降低 又教的進度要慢一點 這個是給一些對數學 比較困難的學生學習的 我們寧願呢 希望政府給這些學習 數學比較困難的學生呢 對理工學院的學生 比如說大約兩年的課程的題材 用三年來學習都沒有關係 程度 進度只要慢 然後難度降低 我相信百分之很高的學生都會學會 所以呢 我們不能讓有一批的學生呢 是完全在一年或一年半之中 完全不碰數學 這樣一個教育政策叫做什麼東西 叫做放棄這一批的學生 國家在放棄這一批的學生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這個主張是 小學跟國中每天應有一堂數學課 那第四個是怎樣 要如果要積極 政府的積極態度的話 每次改革了 政府都把最中心核心的issue跳掉了 哪一個issue 就是失資的問題 國家應積極建立長期性的失資再信念的制度 確保數學課的教學品質 各位知道說為什麼教育部 不做再信念失資的這個問題 為什麼 因為 花這個是要花很多錢的 失資再信念各位想想很龐大 但是交易要做好一定要失資再信念 這個是沒辦法避免的 所有的你只要去看看教育部任何改革 你看看他對失資講都不講的這種改革 叫做什麼 口號式的改革 就是這樣子 那我剛才講的零零多龍這麼多呢 你可以 基本上你可以在我們寫的連續書上可以看到一些 如果你還覺得有些問題要問我的話 等一下或是回去以後 可以打我的電話 我的手機有在那邊 0911722264 好不好 好 這個我想我講的夠 太長了 呵呵 我們現在行那個 姚彥寺 Q彥寺 Q彥寺 對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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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講的只有李院士的感情都恢復 不過我們還是很放心台灣的數學教育問題 其實中英院幾年前就有幾個討論關於台灣銀材發漫民生的問題 當年1950年代的時候有大批的台灣學者們在台灣來幫忙 台灣當時的高科技是全世界都覺得很重要的地方 到了今天我想往底下的談判 底下很多不同的地方 這是個很嚴重的問題 幾年前我記得在中英院院士開店的時候討論怎麼管制這個問題 就是科技的銀材一生就還沒辦法 我始終在想 台灣應當中資的問題 盡量培養科技跟數學化的銀材 可是前幾個月銀材都跟我講 就是教育呢 變成肥養科技 我加了也加了 但是 向前走 很像後衛隊 這個 台灣再怎樣下去的話 我想台灣的主要的國際銀材 不但是 沒有辦法從台灣引進 自己本身 也沒有辦法再培養起來 所以 我幫你找到寫信給很多院士 跟他們的意見 我還沒想到 這個 很短時間的 很多的院士都很直接的 反應 當時 我還沒想到 銀杏科的院士 語音師啊 這個 大師 科學大師 還有許祝雲啊 他們都反應很快 覺得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從他們寫了一封信 講 這個是台灣最重要的問題 一定要解釋 那大家還有 剛才講的 李源姐先生 還有幾個好幾個 老師 不是很重視的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覺得台灣的寫信 對我們還是講 很重要的事情 那一個科技 現代的國家 我們已經科技了 譬如說是經濟也好 譬如說是做生理也好 銀材是最重要的一個事情 沒有銀材 沒有現代的設備 現在20世紀呢 整個 這個 國家的心情 去看銀材 都好 沒有好的銀材 基本上 這個國家的錢 都沒有了 這個 所以 常常 我在 在台灣也好 香港也好 在中國大陸也好 我常常找 很多大學來找我 幫忙 找一些好銀材 我跟他們講 民家找銀材很好 很重要 可是哈佛大學 也在找銀材 你們講 哈佛大學 世界上的大銀材 為什麼 那麼緊張 因為 因為 就算是哈佛大學 承認了幾百年的大銀材 很多 很多人 因為是全世界最好的大學 可是它為什麼能夠 維持下去 就是因為 創新最好的銀材 沒有這些好的銀材 你就沒有進步 你就死掉了 所以 這是不停的 增長的一個問題 沒有 找不到好的年輕銀材 那是跟教教 我們在大學期內 當我們就是 我那個年輕人 三十多歲 二十多歲 就成長起來了 那 台灣 以後的十年呢 進步 就靠 別的銀材 人員長 那 我們要跟 南南相比 要跟身家 身家多比 身家跟越南比 我坦白說的 你覺得好像越南 我倒很高興 越南最近做這個事 越南最近也開始做一些演技 都很不錯了 對來說 越南送了好幾個 這個 學校 到華國 到美國 去 學習 雖然 他有第一個 打了一個 是少年 少年 只有兩年前 四年前 就表示 他們的成就 都可親自的 我們不喜歡 越南欺負我們 我們的商店 跟他們打 什麼東西 可是因為想到 加拿大科技 要比我們好 然後我們 承諾幾種 也是不可想像的事 我現在我們是 到底是要幫忙他 做 運用他的 這個 這個 連假的操控 可是你想想看 南韓當年 也是 很不行 可是現在 很多東西做得比我們好 這個是一個 很重要的景點 不能夠 就有幾個 不懂學問的 不懂小學的 幾個教教 來掛這個事 就要我們 整個科學 技術 跟經濟的前途 就被他們玩過了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我要講講 這個 首先 我在美國這麼多年的紀念 也講講我自己的紀念 這個 很多這個 那個 中國的媒體 包括台灣的專輪 他們以為 每一個學生是很輕鬆 不用學東西 就很輕鬆就學好了 就選一生課啊 吃這一生 玩完就算了 我感覺是很大的誤會 那個 我們兩個小孩子 在美國長大 我們加入了很多 這個小孩子 跟 小孩子 都是在美國長大 我是很佩服美國的教育 這個 美國的教育 在小學的時候 是心中苦痛 是比台灣 是有問題的 可是 他學了不少東西 不是我們想像的 可是到了美國的高中以後 我想 美國好 普通好的中學 這個 這個 高中的 學 學 這個 學業 跟這個 這個 連書的程度啊 不會比台灣 任何的工具 差 他們快的功夫 其實是很深的 到了這個 高中 一 二年半 一年半的時候 他們往往下 這邊 從天到晚上 十二點鐘 一點會 才睡覺 他們快的功夫 覺得很會比台灣高中 低 同時 我要指出的 美國很高中的學生 無論在書學 跟其他學科來講 他們結束的 是很結束的 很多中國媒體 常常講 我們中國人的書學 比他們好 我們在哪邊考試 比他們好 你跟哪個需要 你跟所謂 美國的 inner city 有大的 中國 還有一個 可是 你在美國的 好的大學 我就決定看不起來 說我還是 可能比他們 可以比 可能跟他們講 是好的 就決定沒有問題 我在哈布大學 教育教了 二十七年 哈布大學的 董科生 在書學方面 明年 明年 有二十多個 person 寫論文 寫論文是 很好的做的 不是普通的論文 往往回合到畢業的時候 有三篇的文章 可以翻表出來 你的掌制 書學掌制 就是有一定的 研究的 論文章 二十七年來 我想 只有兩個 華裔的學生 就分在日本前面 大部分 不是美國的 所以 首先我要跟你們講 不要以為 華裔的學生 很明顯的 沒有這個意思 至少 從我的二十七年來 看 哈布大學 5%的 成績 那楊文也是 那個 哈布大學的 這個教授 巴大學 不過我這樣講 就在講 所以我 我的歷史是二十七年的歷史 所以 我們少量打破 這個想法 講 美國的 林下裡面 這個 中國孩子的 書學 你也不知 就是地點 好多 那美國呢 這個很多 地方 好像是很多選秀 可是 數學 來講 數學 是第十五課 凡是 理科 經濟 社會科學 只要跟 有點關於 牛人 一次的考慮 的學說 非贏 數學 這個 國安的朋友 他講 我的小孩 我的兒子 就是不想念書學 就是不想念 就是想念 經濟 因為拼命以後前途好 要念那個 這個 商科 工廠管理 他 我小孩 怎麼靠他 我講 你 例來講 你講 你修科 總是要 修得很好 才能夠 這樣一條道路 才能夠 那邊比較好 那他那個呢 我念 互相管理 我有個 很流行的朋友 問我 我的小孩 就是念互相管理 我講 我自管管理 無論他 我打電話 問了幾個 我的朋友 在互相管理 他的比賽事務 他在那邊 奇異文章 他們問了 你講 你 我還不懂書學 你要 進我們 比賽事務 不可能 我講 我連你的 這個 這個 生理講 我都不要看 你比較好 所以念念書學 這 主要是整個 書學 也到這個 第一步 是一個最基礎的 一個 學問 沒有這個 學問 不單是理科 跟 還有 還有 這個 他們不要 到 他們也是 不懂 他們要求的是 普通的 追基層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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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當 這個 那 很多人的 都會 因為 這個書學是 完全沒有用 也是完全是 很大的 這個 在美國 現在所有的公司 大公司 無論是 納斯特 medical school 公司以外 都期望 有這個 書學的背景 就是 他們覺得 沒有書學 所以他們 完全沒有辦法 沒有票 所以美國的大公司 全部都是書學背景 甚至投資 我很多的朋友 在華爾街 搭公司 他們 要的 不是要 工廠管理 解鎖的 這個 學生 他們要的是 要 書學 跟論理 解鎖的 學生 來做他們的 作師 我做 這個 是我的朋友 有一個教授 在哈佛 比我還住 他三十多年 在哈佛 他跟教育很大興趣 他很大 他很大 書也叫 他就講 每一個的 每一個 那個 都需要 這個 Strong 在裝 他講 怎麼可能 考慮得到 這個 將那個 中學生的 數學程度 減低 連他要求 這個 台灣的 經濟能夠 健康 就是不能夠想像 其實 很 很 很悲心的事情 台灣 基本上你們想想 都不太易 幹嘛 因為這整個 世界是要 競爭的 一個 我們只要 送頁一點 就全部打開 這個 我很高興的講 現在中國大陸 現在教育是完全改觀 他們開始要求 小孩子 連 連維藝 跟中國 最同的 重要的數學 不再是 前幾年這樣子 不要使了 小孩子連維藝 就直接不動 現在 台灣 這個 結構來講 很多人 都沒有維藝 基本上 也是 選羞 就是看來的 選羞 你剛才剛才要講 就是 對一個小孩子 尤其 這個中學 跟別的小孩子 他還沒有一個 學 就是 沒有一個資深 也沒有一個 Multivator 來 選一個 對他 要前途最好的 過程 你看 我的 我的孫子 他喜歡 趁零次 趁零次以後 他不喜歡 趁零次 以後 要收你 我就覺得很中心 那現在 小孩子 你比較選羞 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我 我用我自己來做個例子 我從前念中學的時候 我是在 香港培訓中學 念數學 香港培訓中學 是理務名的中學 產生了很多 中藥的警察 我在培訓中學的時候 書有也是 念得很好的 或者我不知道今天 那個時候 那這個書有叫好 接著 到 我中學 高度三年半哪 是一個很奇怪的一個轉折 那能改制度 叫做台灣人 是非常想改制度 那能改制度 保持不曉得 要教授保持 就要我們的選擇 你有選擇以後 就算我怎麼好的學生 就是最貴的 很多的學生 我的那個不大好難 那時候 我還是能生存起來難 你給學生一個選擇 學生第一個選擇 不是去念書 而選擇的其他的 有趣的事 對一個學生 中藏很好的學生來講 有趣的事 不是找個比較困難的 可是找些 可以容易跟其他朋友玩的 一些 所以 所以 我大師 只有一點 半年 下次也沒有什麼問題 我可以跟你講 我當年沒幾分 有一次 考了我紅棚 我 我 不讓你講 其實這位選修的人 我們要不高興 我想 你們家曉得 選修不是很容易 因為有一個推防的事成 現在這樣 可以選修 就以為最滿足的事成 還有大學 很多course 包括美晉芬在內 不能有選修 你要連economics 連經濟 他必須過 他能夠逃掉 這個 表示什麼 就是 維吉芬是很重要的 對我來說 不能跟你們一看 那維吉芬為什麼 怎麼重要 今代科學的革命 歷史表現是從 牛等的時代上去 你問在為什麼 時代上去 為什麼看 就是因為 維吉芬的發現 維吉芬的發現 將整個 這個 理學整個 天文文理 所有的事 全部改變了 到目前 司法年來 我們沒有 發現過 維吉芬的 維吉芬的 維吉芬大的事成 所有東西 我們不要用維吉芬的 計算 學生不懂 就是維吉芬的 很健康的事 美國的高校 美國的高中 獨立美女 這個 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中國大陸 考民國不見位 就是 可是我剛才講的 中國大陸現在開始見位 我去考他們的師 他們現在年輕的 那個中學生 維吉芬好的不得了 甚至很高深的 維吉芬 開始動作 可是台灣 掉過來 向家走 也是很恐怖的 一個事情 為什麼要向家走 小孩子 有能力練習 他們 練得很愉快 很多 從開始看到他們 書包拿得很重 很強的樣子 其實你為什麼覺得他強 學生 年輕人 很有能力的 學的也要看得很快 反正 學得不好 他都覺得心得不舒服 那你看 很多人看我做眼鏡 我家裡有眼鏡 我從小到晚 就有眼鏡 他在這種眼鏡 我覺得一點不順 我覺得很有意思 越做越有意思 你假如什麼東西 給小孩子去玩 去做 他玩了以後 就覺得舒服 我記得我在小學六年辦的時候 我淘汰 淘汰了半年 那是私生 在家玩 到處玩 玩了自己 以後我就很有意思 怎麼這個 什麼都玩完了 這麼容易 學到 學得不好 可是以後 我在中學 念書 辛苦 是很辛苦 就因為是我 事實要做 不要法師 因為作業有意思 假如 你的小孩子 有意思的東西去做 有意義的想法 他覺得 因為作業有意思 我 我們家裡 學幾年 沒有時候 我也知道一些 高中生 也知道 他們剛剛是沒有意思 可是 你指導的對 他發覺 這個數學有什麼 重要的意思 他們就越做越高興 那我舉個例子來講 我的小孩子 小孩子 剛剛的時候不想念書 他這個 去 跑回學去 可是以後 他到 他的大學 我那個朋友的事業 在那邊做 剛開始是 做什麼 十分親的 老師 大教授 整理他的 這個 這個 辦公室 這樣辦公室好看 可是 過了兩個禮拜以後 他就發覺 這個 大教授旁邊的 大陸博士 那時候 他到那個研究生 做學會做得很喜悔 他就開始 有心去做 做 做 就越高興 就是很有意思 東西 比他想像的好 結果 他做起來 根本不用我們家長去 這個 比他做 他就越做越喜悔 所以 過了半年以後 拿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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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大陸的教學 所以 我們 往往啊 我現在反而 近代的 這十多二十年來 所謂交流 尤其 書學 交流的 功德 往往 假定 假S是沒有能力的 我們不要教他練習 最好 只要子 讓他的過程 最好是我的練不大 就完了 那 我在講關顯示的事成 我們中國小孩子 尤其我剛才的家長 喜歡叫小孩子挑關 這個 因為他覺得 這個挑關的表示很成熟 可是挑關往往 挑完之後 小孩子覺得 學習不好 為什麼不好呢 因為他有很多問題 不是真正是生病 老師教過了嗎 他吃 這個 這個 我們自己看的書 包括我自己 不會擔任 人家我 看兩者的文章 我看 看完以後 我以為懂了 可是我真的沒有 那個 那個 教過我 或者是 我自己 真正的做 我還是 我是真正學道 真的學 我們是 需要有 群體的 學生一頭 老師的教導 也學了 比較麻省一點 我們在研究 還有這個學 因為我們要 自己做一些 什麼問題 趁之經歷過 走過這個路程 才 真正真正正 這樣的學問學期 很多很聰明的小孩 他怎麼挑關 原因 就是因為他聰明 可是也因此 存在了很多重要的 學習 他因為 可以不聽你的課 就學懂了 他是學 這一部分 你文章 他沒有聽 他懂得一半 文西大大半 就學懂 他就以為懂了 那選修的問題 就在這個地方 選修 那時候 他在我可以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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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不退學 所以我 因為現在很早的機會 選修 那台灣的情侶 是不合適的 在美國 有時候可以 它是 可是美國也是很多 這個 主要的學生 或是飛行文化 美國 留點的情侶可以 為什麼 美國的老師 這個 跟學生的 這個 就是 小的 一個老師 叫20多個學生 基本上 所以 所以他對每個學生 都花時間去 照顧他 不要看 他需要什麼東西 家長跟老師 要好一點 家長跟老師 可以幫忙 無心的學生 所以 這是一個 比較 努力做的事 可是 就是 剛才 一條文章 台灣人 做不到 你怎麼大量的 這個 引力 來 培養你學生 是大量的 一個人 對 十多年 所以我認為 這個是一個 很重要的事成 我不希望 這個 台灣 經濟 跟當地 不要緊張 可是 我是很悲觀的 講 假於 這個事成 產生的話 我想 我們 我現在 到二十多年來 阿波大陸 明年收一個 台灣的決策 以後 一定可能再收 台灣畢業的 決策 就很難講 這樣 是台灣的 這個基礎 現在我們 從 這十多年來 七、八年前 我們不但收大陸的決策 因為大陸的決策 比較台灣的決策 可是這幾年來 我們開始 他們 發揚收大陸的決策 因為他們 水平 比出現好得多 事實上 也開始 比台灣好得多 所以 這個危機 可是 也是個機會 讓我們 整個 台灣的 基礎 科學 基礎基礎 的 所以 我再講一遍 書學 他們 你當然 你也會記住 書學 是整個 這個社會裡面 最重要的 你看不到 有時候 事實上 它是最重要的 這個 無論對國際 經濟 跟其他 就是最重要的 我希望 這個 台灣的 往事的人 能夠聰明的人 謝謝 誰 來 一日 走 那我們 就請記者 發文 出現 還 出現 製造 第一次 大家 需要 放 谢谢观看 我只是補充嘛 補充一樣的 可能就是 可能還沒有開過記憶 所以你來講一下 講演講一下 補充一樣是覺得很重要的 很快 因為 我從美國到美國30年來 你發現美國所有的電視 所有的媒體 不管是上次總統 下次 所有的國會議員 所有的全部都在強調 自覺的可惜 我在那邊30年沒有聽到 任何一個人講說 數學要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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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當然是從來沒經過的事情 可是很不幸 可是很不幸 今天在台灣有聽到 那麼 這個東西是 美國很少有的這個全國共識 只要加什麼等等 就是數學和科學減少 為什麼他們要做這個事情 因為他們是體驗到說 只有我們這個高科技 可能提升這個 美國這個國家的國力 它才能夠生產率的負加價值 所以我要非常強調 就是所謂的負加價值 他說你今天這個一個產品 你這個產品最後可以賣到更多的錢 只要是因為你要加一個附加價值 那這個附加價值呢 最重要是說你把知識加上去 這知識的話是非常抽象 它不見得說是真的 你看到你是做了什麼東西 它背後整個 它背後整個 它的新的想法 新的idea還是怎麼去處理 這個附加價值是最後才能影響到經濟的提升 也是說唯一有附加價值 你才能說大家可以拿高一點的薪水 如果你所有的企業都會有附加價值的話 那麼你薪水是永遠不會提升 這其實是台灣現在經濟的整個 裡面的問題就是說 這個經濟病毒它的產品附加價值太少 所以只好大家薪水就是附近的 那麼我請舉個例子 因為我最近去那個MIT的蘇越西區 然後那個MIT的蘇越西區很多 他們找很多大好買 請到MIT的蘇越西區 那也找了一些蘇越西區 那我到一邊去去 所以我看到了說 我在那個MIT的蘇越西區 MIT最近蘇越西區 他們的系統要整建 他們收到了將近30億台幣的校友捐款 去整建他們的 整修他們的系統 所以你想想想為什麼這個董事會的校友 願意捐助大家的這個系統 這原因很簡單 因為他們相信說現在蘇越在現代科技的重要性 並且他們有蘇越西區很多的系統 有真正他們異業以後賺到很多錢 所以才有辦法捐獲這麼大的錢 所以你想想說這是一個在台灣的話 不太肯定的事實上去 光是把一個系統重新整修 這還不是新蓋了 只是整修了人 那麼我們哈佛蘇越西區也收到大股的捐款 同樣都表示說蘇越西區現在跟以前是不太一樣的 你可能以前我練書的時候 我八碗的數學已經開始不習慣了 現在已經不是這個樣子 我選一位 讓大家看一個就是 就是MIT的 video lab MIT video lab 就是一個非常輕易的 lab MIT非常非常輕易的 lab MIT in the media lab I realize that math is a pretty important language which you need to understand a lot of the conversations and the content that's being worked and discussed So if I had six months I probably would focus very hard on learning math If I had two weeks I would probably learn math But math is 所以他講說 如果 你現在給他半年時間 或給他兩個禮拜的時間 他可以是專心學習一個東西 他要學什麼 他就是要學數學 你要曉得這是MIT的 video lab 我們這個 你現在看到 我們是在看 那一個是說的 Howard in the media lab MIT in the media lab 是非常非常心理的一個單位 那麼他最想做一件事 是把數學學習了 所以我只是舉這麼一個例子 另外呢 這個 我剛剛在MIT 也看到了一個非常多 非常讓我驚訝的一個信息 因為我小孩現在在Howard 那我也問一下他 那麼現在呢 現在Howard跟MIT 現在就差不多 他們以數學為主修的學生 大概400到500位 那你看到400到500位 好像沒有多少學生 因為台灣的大學實在大了非常多 可是在美國 Declare的學生大概是2、3、4年級 那麼正在Howard 也好像是4800個學生 因為他每一年有1600個學生 在MIT有3400個學生 那麼這麼多的學生是以數學 當作他每一組之一 所以你知道說 現在不管在Howard 在MIT 那個所有的數學 每年一直在增加 增加速度非常快 MIT他們告訴我說 他們在過去差不多7年裡面 這個數學的每一組是大多 所以 那為什麼數學主修 都會一直成長 因為呢 原因是因為現在新的科技等等 一直需要數學 我這邊只是舉了三個 剛才你剛剛看到MIT的MIT的Live 你即使在做媒體等等 看起來那些數學沒有關係 但是其實它最後底下都是數學 它為什麼這樣子 因為現在你把一個東西數位化了之後 你把一個東西數位化之後 你怎麼把一個數位化的東西玩一個人 還怎麼把一個東西變成數位化 這個東西基本上是數學 所以這個東西是不可 它的重要性是這樣 那麼我小孩在Belma念高中 那Belma高中的話 他每一個禮拜 他們至少要念225分鐘的數學 你看他們是寫得非常非常清楚 是至少要225分鐘 你可以多 但是不能少 如果你一個以50分鐘分檔課的話 是超過10檔課的 所以他們除了數學 很多學生另外寫AP的微積分 這個AP微積分 因為在Belma高中的話 只要是稍微好一點 學生都會去修的 因為這對象非常重要 為什麼非常重要 因為呢 因為大學的這個 emission office 它有非常重的數學成績 它非常重的數學成績 主要原因是說 不過數學需要長時間培養 如果它學的數學訓練 不夠強的話 那麼他們在大學的時候 是很難再去逆比這個差距 這個事情 當時我們 mission office 並進口都跟我們講 他說他們最重要的兩個 他們的微學詞 高中生他們看了成績 最重要看兩個事情 一個是看他的衣物 一個是看他的數學 那英文的話 當然是因為英文不好 你用他寫問題 那數學的話 是因為如果不好的話 他實在很難在大學 在玩家對他 所以 那因為mission office這樣 所以除了高中學生 非常非常強調這個事情 因為這個基本上 就在大學 這個mission office 是會引導這個 維其文的選修 這是維其文 選修維其文的高中生的這個課 你看這個課 現在 這是不可思議的 這個課是說 現在高中 選修維其文的 這個學生的分數 它是expansion growth 從1980年到現在 從一直就是啥 然後我們現在 竟然要有什麼 這個絲維其文 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然後我再講兩幾個事情 就是說 這是我自己的感覺 所以這句話說 越是控的意見 這是我自己的感覺 對 我講自己的感覺 可以不要隨便講 對 我覺得台灣未來是建立在 有高附加價值的產業 只要是沒有高附加價值的產業 所以最後其實最強的英雄 真正的很大的意思 那麼現在的數學 是當地數位化科學的分成 那麼這個 他們雖然是講很多 所以為什麼不在乎 那麼如果高數學交流 有落為其他新的國家 那麼經濟會長期低 這其實是現在 就是因為是這個樣子 現在為什麼會有這一大顆 適合你的問題 其實也是因為整個在跟這個 高附加價值產業 基本上在台灣一直出走 或者是根本就沒有 那麼如果是這樣 數學交流也過後期待 我們在未來年輕人 這樣多數成的 人家老會 我們通通要去澳洲去殺羊 整個八毛 各種事情 所以 所以再來 這是林哲勳當年 在禁煙的時候講的 這個鴉片 為什麼我講的鴉片 因為 因為我學數學 不舒服就像仇鴉片一樣 所以呢 但是林哲勳當時講 只過不處 十年之後 不為母可仇之小 解母可入之病 那我們今天是什麼 我們今天落後的數學交流 十年之後 這個 不為母可仇之小 解母可入之病 這其實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所以我們為什麼會花這麼大的力氣 為什麼這麼多人會在死後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最後這兩句話 這個 無淡 故人無可仇之小 解母可入之病 其實是非常嚴重的 所以這樣 謝謝大家 好 我想我就很簡短的 補充一點理解 就是我希望請各位記者 現在你是仔細看我們的思想主張 這是有九十多位院士連鎖 就是這個主張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 在短時間內 大家想念這件事情 就是真的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這是一個基本的問題 就是數學真的是一個基本的工具科目 比如說高中必修只有三個學期 就是說 學生如果說 其實是在他年輕的時候 就可能會剝奪掉了這個 學習數學的機會 我不當然了解 比如在台灣數學教育過去 有一個考試等等 關於有些問題在 很多學生為數學所謂 可是數學的重要性 跟這個生理是兩回事 就是我們不能因一廢實 就現在如果因為其他的原因 而把這個數學科目的時數減低了 其實真正就是因一廢實 因為不止說有人不需要數學 就是我們並不是要調 所有的小孩子都學很難的數學 所以主演特別提到有兩種 應該設計不同程度的課程 就是數學這個東西 真的是非常基本的 其實是每個人都應該要學的時候 大家都應該花足夠的時間 才能夠學進他基本上所需要的時間 否則也許 就是將來他會後悔 等到他將來需要的時候 甚至是到大學 或者以後做事的時候需要的時候 他已經補不回來 所以這其實是牽涉到整個國家 為來活力的事情 那這個時候 我們前一天說 有一次有機會 我碰到因為他是 他們的委員 我就問他一個句話 我說你現在把它降級到這個科目 像高中必修十二小時的學分 我說你有比較 你有去瞭解 因為他們比如說國教育 國教育 他們應該可以收集到知識 我說你有比較 這個新加坡 韓國、韓國、日本、大陸 所有這些國家 他們也是這樣 高中只要休十二小時 必修學分 那如果不是的話 為什麼你們敢做這樣的事情 你們未來十年、二十年之後 這個國威神 我就向他請教一下 誰就說我休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事情 因為 像剛才 這個 九月月所提到的 這個事情做下去了之後 十年、二十年以後 這真的會影響到我們 這個國家 我想就到這裡為止 剛才一定 也是講的 就是這個 你們看看 新加坡 新加坡的數學是 基本上是 北坡上八道奢坦克 從高一到高三 日本是 每桌上七堂課 高一到高三 美國不同桌看不同 大約是五堂課 從高一到高 它有四年多種種 德國呢 就是五堂課 每桌是五堂課 我們的十二年國教是怎樣 高一、高二上學期 必修四堂課 高二下以後就選修 然後呢 只強迫選修 可以選修四堂課 所以我們就是有 只有高一到高二 四堂課 都包含選修 高三以後 引起呼吸數學 所以像這個東西 一比的話 你就看得出來 那對我們 我剛才在前面講就是說 這是我們國家前面教育 培訊我們人才的問題 不是要培訊數學人才 我們相信這個鋼要實施性過激 有對數學系要說的寫生 一點都沒有影響 因為各位知道說 你如果今天要決定要練數學 等他來寫生 他會一定選修 當然會一定選修 對不對 所以應該是沒有什麼很大影響 可是這個東西對前面 特別是有一些認為說 數學違因不太好 我給你修了 我剛才講過 他們沒有足夠的資訊來 讓他們選擇正確的一個方向 好不好 我們剛才四位也講 各位媒體 如果先生曉得有任何意見 我們這邊可以提問這樣 誒那個 不好意思 我們是臥槽記者 然後 我是73年次的學生 然後在我的印象裡面 我們的高中數學 其實就是一直在教大家 算數學的方法 但是沒有告訴我們數學的核心精神 到底是什麼東西 似乎跟 諸位院士提到的 國外教學不太一樣 那如果只是教數學 算數學的方法 那其實就算是12學分 還是24學分的影響 應該是不會太大的 所以我想知道的是 請問諸位院士 對高中數學教育的想像是什麼 你們剛剛提到的 附加價值又是什麼 你們希望高中數學 可以達到怎樣的目的 為什麼24學分是可以的 而且 而12學分是不可以的 謝謝 我先簡短 請示一下這樣子 就是說12學分跟二次學分 當然差別很大 就是說你就減掉一半嘛 對不對 這是很大 然後各位知道就是說 減掉這一半 在數學來講 是不可 不可那個 刪掉的部分 比如說有幾個例子 如果你是寫理工學 這些東西 你在高中 你如果在高中呢 你不解三小孩數 那大學就全部完蛋了 所以這個是 數學跟其他科系不一樣 最大的東西 有些課程你是不能刪的 刪掉就完蛋了 這個是 那我現在回應一下 你剛才講說 我們以前高中 有人寫的 寫數學很辛苦 我們以前那些根本 就是在算公式嘛 對不對 那我跟大家這樣講 這個是因為我們以前 以前國家的這個數學綱藥 他這個要好好做一套 真正好的數學綱藥 他並不是 我不能說以前怎麼樣 但是我現在跟你講就是說 比較正面的方向是 應該由數學的專家 出來寫好好的寫這個綱藥 把一些不需要的 真的要不要用到公式的 或者用一些計算機 可以用的這個數學 把他寫到課本裡頭 依照這個交易理念 來把他一步一步編排出來 那這一次 你知道各位知道說 數學協會啊 比如從成功大學的聯署以來 數學協會在後面幫忙很多 數學協會願意出面來 替國家來製作這個 做這個數學綱藥 所以一個綱藥的好跟不好 在現場教學會有很大的功能 很大的差異這樣子 所以有關這一部分 剛剛已經寫在這裡 就是說 我們希望有兩套真正好的數學 一套是比較簡單給一些文科 或商的 以後用數也比較少的人 但是呢 數學科需要的那些知識 它不是數學知識很重要而已 事實上你學到了那些 我稱為這個邏輯思考跟推理能力 這種叫做無形的資產 你知道為什麼 人文科學的厭世 有16個來支持 他們在寫信跟我講 高中的數學對他們一生影響很大 他們當然不是指數學知識 你們可以理解 對不對 他講的就是說 他在高中數學學的這個 邏輯推理能力的時候 對他們非常重要 所以數學學會如果請真正專家去寫這綱要的時候 他會把這個盡量降低一堆 所謂的用這種填壓式的公式的教學 而且事實上是要用說明理念 然後把這個數學思考 放到教學裡頭這樣子 所以如果一旦是教育部願意採納 請我們這些好的專家來做的時候 然後願意前面的這個 不許這個高中老師來進修 來了解這些東西 那你看 這是以後國家的教學 數學教學應該會跟現在比較不太一樣 所以這是一個比較正面的方向 而不是說 反正現在都很爛了 對不對 那我就不要弄了 那就是這樣下去 這樣子 OK 我不要弄了 我不要弄了 那個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說 30年前 如果你要做一個哨像機 你就想辦法放在實驗室裡面 把這個給我做得比較好 那麼它造出來的象棄 出來效果就比較好 你在實驗室裡面去弄這些 可是現在呢 你要把一個image變成一個digital 然後你digital之後 你要用CD感光看 之後再interpret成一個image 那麼這事情從頭到尾都是數學 這個事情你在30年前是沒有想到的 這是第一件事 所以整個數學對這個 現代社會的影響是完全不一樣的 第二個是說 另外一件事是說 譬如說 像是這個finance 現在 所謂的delimitivism的price 全部是用數學的公司 比如說 那個virtual formula 那麼全部是based on equal formula calculation 那麼這些東西 你現在如果 你的高公司 你有一些基本數學訓練 他到時候 到銀行去 他給那個formula 他都看不懂什麼東西啊 你即使那公司你要套 你都不知道要怎麼套 我現在在講說 不是說 你要怎麼去使用 什麼應用啊 什麼改進那些公司 不過沒有一個好的數學教育 這是根本是連 看都看不懂它是什麼東西 這是為什麼說 現在美國那麼多的銀行 一直要聘學數學或學武力 你就是非常需要的學法 那這些東西都是以前沒有 所以呢 所以在以前我們在學數學的時候 就覺得說 這個實在是一個很乳聽的計算 那麼這些乳聽的計算呢 現在它又有新的生命 那麼另外一件事情是說 你在高中的時候 不做這些基本的計算的訓練的話 那麼你加減成如果 一些這些代數的計算都有問題的話 你當然更不可能去學 維基分啊 等於 那我剛才所講的用的 都是沒有辦法做的 所以那是為什麼說 我們一直強調說 高中的時候 你要讓他有多一點時間去學習 因為 因為他後面還有很多你要做的事情 高中的時候 沒有辦法做 這樣 謝謝 還有沒有 我再講兩句 那個 國小一個很重要的事實 是 剛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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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講 經濟學家 要用數學的時候 他一定要懂得做的 用 不是靠命公司的事情 我接 十多年了 我跟海森經濟學家說 他們要求的數量 要透明它做的用 假如高中生 人最基本的維基分都不懂的話 那個人不可能 用不到 所以經濟學家 在哈佛大學 是必修 維基分 不是修 最簡單的 我還補充一個 我跟 哈佛大學的 上次念展的 還有幾個大學的 說 SAT1 就是 書學跟 這個 英文 是 至少 在名校裡面 要到 兩千兩碼分 才 考慮 哈佛大學 是 SAT1 兩千兩碼分 是 什麼意思呢 兩千四碼分 是碼分 兩千兩碼分 的意思就是 你基本上 至少 差不多碼分 就能夠碼分 同時 一般的名校 因為 這是 最基本的 你 兩千兩碼分 還是 TICT 你的書學程度 又比你 還不夠 所以 這個 為什麼他們 這麼緊張 哈佛大學的 學生 念書學的 詩不少 解不多 就是 有幾千個人 是念書學的 那為什麼 看書學看得 這麼重要 就是 不是幾年才 以來 四五十年 朝聖以來 都是 自從有SAT以來 也是主要的 一個指標 就是 非有這個 這個 數學跟英文 英文為什麼 就能用 因為有一個寫作 寫作不好的話 你要上達 的名稱 書學是個 主要 推理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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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不懂得 推理 以後 念很多 這個 問題 深問 總總要推理 這個問題 就完蛋了 所以書學不但是 要的 機器 要公升 而不懂得 推理 所以 每個名校 前五六四個大學 你的SAT 分數不到一定的 完全這個 裡面 所以 書學看得 所以我想 台灣的大學 中學以後 就要 現在 現在 叫不要的 這個做法的話 我想 沒有個學生 能夠考到 就沒有影響 我想你 好大一個人是 那大學 有些學生 就是剛剛 你剛才講的 家長有錢 就找了幾年 使命補給 就這樣補給過了 那是對他們 沒有錢的 學生 還不公平的 好 好 還有什麼 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 剛剛 您月次有特別提到說 教育部 應該找真正好的專家來 編課他 可是我不懂 因為其實 在這整個過程 也有一些意見 反映到教育部的 那我真的只是不懂 是不是在數學領域 這個學者裡面 也有不同的意見 所以才會產生今天這樣的一個結果 因為我在想 教育部他 不太可能是數學的課綱 他去找物理化學 甚至是國文的學者來編嘛 那一定也是數學領域的 所謂的學者專家來編 那既然有一部分的 學者的 有不同的意見 而且是還蠻大的 蠻多的人不贊成的 可是我一直不理解 教育部他又不是笨蛋 他會弄一個政策 然後去危害到 臺灣未來的國家建政力 原產的賠率嗎 那這當中的關鍵是在哪裡呢 好 你要先講 我還是我 你你講 我講 不用麥克風 我想聽得到 我想這樣子講 就是說 所有的政策是決定在總綱委會 總綱委一旦把時數定下來以後 你那個課綱的人要寫什麼東西 就非常limit這樣子 OK 那我講的總綱委員會裡頭 沒有一位做數學的專家在裡面 甚至數學教育都沒有 所以完全沒有 沒有專家在他委員會裡頭 然後現在交易部 將要審這個草案的叫做特審會 就我知道也沒有一位數學專業的人士在裡頭 是沒有的 這是第一個回答你 第二個是 你知道說我們以前 我們這位數學家 都是躲在辦公室裡頭做研究 對我們來講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也是信息所在 只要政府不找我們 我們也不會主動說 跟政府講說 我來替你做吧 對不對 所以政府找的人 為什麼會找那些人 老實講我也不知道 但是你要知道說 鋼藥啊 這位先生你可能是30年前寫的數學 那你如果你的兒子或是孫子現在寫的 你會發現什麼 除了現在交的數學比以前少 比較容易以外 基本上交法全部一樣 對不對 那就是說總綱一確定以後 這個鋼藥能夠變的機會很小了 所以因此呢 委員只能變那樣的數學 所以我們要求的 現在要求是什麼 如果能夠在總綱的時速能夠調整之下 數學協會的專家也有幫助之下 我們要建立兩套 跟現在社會要有關 要隨著社會進展的這個步驟有關的這個數學 換句話說 你現在鋼藥呢 要切合現在實際可用的地方 而不要再像只是說只有30年前那種 那樣子的教學 那樣子的鋼藥 那樣子就完了這樣子 所以是 我今天講這個意思是說 教育部呢 應該要比較正面性來看這個事情 我們呢 配合專家可以配合教育部的要求 大家 變一套 變兩套真正好的鋼藥 是跟時代的進步有關係 跟時代進展有關係的鋼藥 那這樣子弄出來以後 如果教育部還有更有誠心 鋼藥弄出來他不是隨便教就可以弄好 再把實質改善 那我們的教育呢 數學教育呢 就可能 以後至少學到 弄到有一部分 就是大部分 絕大多部分的人 都可以學到一點點數學 那這個是我們最近跟整個 數學協會的這個會參與的專家有在討論 就怎麼樣來寫兩套 甚至給那個文科的商科的 對數學系統比較少的 但是他們可以練得下去的 重點是他們能夠練得下去的鋼藥 然後對他們日後也有幫助的鋼藥這樣子 那這個是一個採用一個正面的方式 把以前比較不好的東西 我們怎麼樣逐步改善它 所以我也不願意講說 以前為什麼變成這樣 責任在誰 因為這個其實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從現在開始 我們怎麼樣做一個 跟時代有密切切合的這個鋼藥 能夠同時對更多的學生有幫助的鋼藥 好不好 那這個事情是希望媒體 大家都討論這個 除了鋼藥本身的時候 實質是最重要的 好 所以我們要把這問題回歸 就是我們基本的訴求是 先制到這個學分跟時數的問題 現在我的意見 可能教育部 應該教育部還沒有開始到鋼藥 可是他現在總鋼 總鋼把時數先砍半了之後 那當然這個影響 以後才怎麼寫鋼藥的時候 你也不可能沒有 這個砍下去的這個學分時數的問題 因為我們基本的訴求是 比如說小孩子每天 weekday每天學一節數學 在全世界 幾乎都是普遍亞共同的一個通學 那我們所不理解的就是 教育部為什麼要 要這樣子來縮減這樣子的事情 因為你現在如果把它縮減下來的時候 寫鋼藥再怎麼樣也不可能 寫三藥書可以達到六藥書 教育部就是很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重點其實今天爭議的點 第一個就是 現在教育部在做的事情 就是十二年國教總當的這個 在決定這個各科的時數的問題 現在問題我們所要爭議的也是在這一點 希望教育部能夠 其實這個 對這件事情有所正面的回應 我還有一點 我想什麼的原因來講的料理 宿越家一般來講 是有不同的意見 對所謂的事情 常年被政見 可是這次 台灣宿越學會其實是很小的一個學會 居然找了 我怎麼幫你來勸你 也表示 基本上面可以講 是全台灣的蘇別界的共同意見 而不是由其他人的意見 我老實講 我很盡量 因為台灣蘇別學會 找了這麼多的意見 基本上面可以假定 這是全台灣蘇別界的共同意見 而不是由建議反對的事情 所以是全台灣蘇別界的 所以也要出一個 簽訂裡面的宿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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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 必須 intimate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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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некоторые shout out communication 其實 原來 �… 韓國跟他們一樣,他們的鼓勢很嚴重 甚至日本的鼓勢,他們的鼓勢很嚴重 甚至日本的鼓勢,他們的鼓勢很嚴重 如果他們可能有才華人的鼓勢,他們的鼓勢很嚴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